位於上水石湖虛新城路的廣城冰室 由第一代負責人崔廣城在1962年創立 至今已有53年歷史 亦是現時香港石果緊泉的舊式傳統冰室之一 踏入門口 你會看到懷舊的吊線 紙皮石的地板 還有亞爺年代的電製開關 和手扭式的風扇控制板 全部都是六七十年代舊式香港的風貌 而這間冰室 並非現時流行的復古懷舊風裝飾 而是貨真假實的七十年代製造 店內的每一件裝置和器皿都有歲月的痕跡 好像在這裡告訴大家自己的故事一樣 和上水一起走過五十多年的光陰 這裡的餐單很簡單 只有兩款 全天候供應 另外他們的招牌就是紅豆冰 冰是即叫即刨的 用人手操作的舊式刨冰機將冰打碎 再將冰碎製造成小冰山的形狀擺在杯上 好有特色的 這裡很簡單 只有兩個餐 所以是牛肉蓬粉 跟菠蘿油 炭包牛油 或者三文治 好多吃 吃多了 不買個眼就吃個包 但這個人生中應該是第一二三個不知道哪個菠蘿油 其實它不是薄絲絲真的絲一塊的 它的油也挺厚的 對 很公平的 唯一的敗筆就是麵包不燃 其實是油的 是融入它的麵包中 但是它這個麵包是常溫的麵包 好搞笑啊 蒸方形的菠蘿油 應該幫你按短 對 幫你按短 那你直接喝就不要吃太多 我都要吃東西了 這個湯底其實是用這個鮮牛肉 真的是滾湯來的 不是味精湯 超鮮味 這是火腿來的 這是火腿來的 這是暗裂來的 我看到這些火腿 好足料啊 有你的臉這麼大嗎 真的有你的臉這麼大嗎 真的有你的臉這麼大嗎 這個又有什麼玩法 這個 熟蛋 熟蛋給它燈去做什麼 薄腿 這件事很英式 我覺得 好像有些鴨仔蛋 很恐怖啊 真的很好很好 很舊式的 在家裡也會這樣吃 但是很少開 有這個 鴨仔 是 是 是 給回人 好了 給回人 不要拿人家的東西來玩 不要拿人家的東西來玩 給回人家的東西 這裡有電子支付嗎 有啊 好正啊 好了 接下來呢 我們JMK就會帶大家去多些 這麼充滿情懷 這個 原始風味的地方 哈哈哈哈 好 我們下集去哪裏呢 喂 司長先生 你覺得這間廣城冰室 是蛋自好吃 還是炒蛋好吃 關你的事嗎 哈哈哈哈